大家好,我是冷静 今天做的是一个特别健康的墨西哥传统酱料 叫Gracomori 这样对面切开 拿刀把它的糊取出来 拿一个勺子 把它挖出来 柠檬汁 番茄切成小丁 红辣椒也切成小丁 把它们都放进去 留住它这个带根的这一边 刚开始第一刀的时候 不要把它切下去 这样你的洋葱切完之后还是整个的 打红带刀 切成这样 然后就可以慢慢把它切成小丁 香菜真的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 香菜也是切碎 把大蒜磨成泥 如果没有工具的话用切的也可以 大家都知道牛油果是含有油脂的水果 但它的油脂是非常高级的不饱和脂肪酸 可以防止动脉硬化 同时它含有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 有良好的护肤和保健作用 所以适量摄入对身体大有好处 最后加上适量的盐就完成了 我一般是拿来当面包酱 抹在面包上吃 大家也可以试一试 在这边的盐包里面包上吃 我们下来的盐包 我们下来的盐包